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可乐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碳酸饮料 尤其是外国人,可乐已经成了手头的必备饮品 除了平时当做饮料饮用之外 可乐还是老外手中花样多变的实验品 他们总是能够想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折腾可乐 这一次老外竟然用火柴拼成了可乐瓶 点火的这一刻,整个画面简直太惊艳了 在实验之前,小伙先将可乐外面的标签撕下来 然后用相同颜色的火柴棒粘贴到可乐的表面 经过十多个小时忙碌的工作之后 这样浩大的工程总算是完成了 幸好小伙子有耐心 如果是其他人,估计瓶子早就小命不保 粘贴工作完成之后 小伙下一步就要点燃可乐瓶表面的火柴了 在屋子里点燃终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所以小伙子特意选择了小溪边 这样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也可以及时灭火 点燃可乐瓶表面的火柴之后 小伙迅速跑远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火光慢慢地涌出 进而发展成蔓延的大火 不过汽水内部一直没有出现爆炸的情况 这倒是跟小伙子的预期有些不太一样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可乐瓶已经变成了一团渣渣 还有可乐沿着瓶渣流出来 真不知道外国小伙做这个实验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不是白白浪费了一瓶可乐吗 不过同时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乐瓶内部的饮料并不会发生爆炸 这也算是有所收获了 不知道下一次老外又会想到 什么好玩的可乐游戏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